三太子杯網球賽 南丹進入三十二強 我國選手李冠毅強碰前年南丹亞軍伊藤龍馬 扣著外卡挺進的寶島小將一度展現韌性 可惜在雙方實力有差距的情況下 最後一兩個三比六不敵淘汰狼 不過對於比賽的發揮 李冠毅給自己的評語是可圈可點 好部分可能是發球的部分 然後跟底線的部分 相對他有些球壓過來的球 我還是可以回了回去 可圈可點嘛 因為相對今天跟排名較高的選手打 相對他不會給我太多的機會 他有些好打球過來 相對我有一些球那種沒有把握下來 說起這位臺灣小將 不知道觀眾們還記不記得 他曾在世大運拼到熱衰竭 抽筋退賽 被球迷稱為戰神 再度重返內湖網球中心 李冠毅沒有心魔 取而代之的是捍衛主場的興奮感 上次其實是氣賽 但是相對臺灣的球迷就是讓我給我有很大 就很多溫暖跟信心 然後相對今天這場後面有很多觀眾 就是在幫我打氣 所以我每一分我都盡量 就算十五我也不會氣 就是趕快再重新振作起來 因為我有拿到ATP的分數 可能之後參加兩萬五的賽事會比較容易 目標當然就是ATP一千一百 二十二歲的李冠毅去年底受到肩膀和手肘傷勢困擾 經過三個多月的休息 目前已經完全恢復 接下來除了密集征戰以賽代訓 也規劃前往國外進行一地訓練 要把去年休息的份補好補慢 我來台北新聞採訪報導